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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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見題是 在現今香港全部監督市制 和政府最有效的 蔡雙芳為政方四年中學 蔡雙芳學功中學 現在讓我介紹 雙芳學功中學 政方主任麥浩公同學 第一部便 麵浩同學 第二部便 麥子謙同學 第一部便 陳生如同學 反方主編 宇宙陳生如同學 第一部便 黃子惠同學 第二部便 李宗盛同學 第二部便 許因宜同學 我們很高興 請到三位平均 同學今場 臺事出分 她們今次是 藍事事項中學編論隊教練李宗盛 小姐 藍事事項合得性中學編論隊教練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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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事項合得性中學編論隊教練李宗盛 發言時間是4 3 3 4 空間則為放2分鐘 自由間則為放3分鐘 每次發言時間點出前 30秒有1丁提示 9時則有2丁提示 超過15秒則會連丁幾下 詳細賽季之前點發佈於各參賽學校 提問手刀任何問題 沒有的話現在才是正方主編發言 這間多的時間 主席、評判、友好、同學、職員 各位大家好 傳媒負名示意是傳播資訊的固體 直以來傳媒都是最主要的舉動 在段時間內被市民獲得資訊及政府政策 傳媒責任制報道事實真相 揭露社會面貌 今天面對中傳媒監督制制 傳媒透過鄉秀中傳播資訊 揭露社會的一項面 進而發揮到社會的影響力 監督政府施政 並為工從群仔及設定外議員 近幾個月底 政府出現施政失多 引起全大共有強 而傳媒報道真相 監測政府 令市民也能作出行動 監察和制衡政府 而所謂制衡 就是多種問題 互相憲 互相憲 互相憲就是特律平衡 防止濫權 並於政府施政失當時 去市記檢討及讓步 要討論今天的變體 我們要審視傳媒的能力和功用 以及傳媒有的獨特性 比其他力量更能制衡政府 各方贊成平衡原因有三 第一 各方面採訪 直接監控政府 傳媒以多方面 多個度監督政府 例如 以直播、短片、群仔方式 報道社會情況等 發揮第二次的狀況 讓政府製造政治壓力 不自理 群眾對政府 要解得更加更加激 之後 用傳媒的影響力 不及其 局質性就是政府 傳媒通過以直播 各國的社會 能夠即時帶到討論 以短比方式 能夠使風衝更加對待市場的狀況 第二 傳媒深圳力高 監督政府 不及社會 除了主流、大愛 亦有網媒 不同一年齡層 可以從不同的投擊 獲得傳媒國度的資訊 根據香港的面談 直至18年7月底 香港就有80分的播 600分的其他 三家免費電視台 十幾家收費電視台 香港傳媒 甚至力 直播遷傳媒 而中 中大新聞 全國學院教授 李立方指出 市民對政府 及執法者的評論 引致傳媒 電視及網路直播 尤其是不留特事 根據白月底進行的中大新聞表現 顯示 傳媒直播是最重要的 資訊 其詞 則為傳統媒體 能一包大東 大東 社會大眾對政府施政的討論 並大眾監察政府 正正因為傳媒的重要性 根據時間內部 真相 甚至高 才能將反送中文 特別參與動作一直上升 帶到社會上 對議題的討論 令政府造成群眾壓力 這樣 政府就必須遲發揮的 事實上訴訟 或因爲 從而達到制衡政府的效果 若然以其他制衡政府的利益 必定不能擁置大眾社會保障 促使政府會有問題的效果 第三 監督政府運作 彰顯社會公義 傳媒通過訪問、搜證等 程序深入太多政策 極度政府施政室 例如貪婚腐敗議、利益運算等 提升政府的透明度 監督政府施政 並為公眾民生化與權 將顯社會公義 重大收民越傳播 我願教授理立風塵指出 傳媒在社會上 認證公眾屏幕的角色 則將社會事件上 顯露在公眾面前 承諾公共政策 教授意見問題指 讓傳媒失去監測政府的能力 政府就可以為所欲為 市民就受到無敗 要將其他制衡政府的能量 完全相比 我方認為全部監督是制衡政府的最佳 同時其他制衡政府的特質效 以監警會為例 監警會會收到的指控 最有3%的制衡 但問題只得一名見 警員被檢獲 平方於四個年度中 對監警會的諮詢 未不達 反映監警會被制衡 制衡執法制衡政府 反而全會揭露真相 監督政府運作 即有效的政府 最後我想問有方同學 既然全部可以分開第四個 但請到市場的部份 還有可以任何制衡政府 可以取得到全部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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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警官有幫助 各位 大家好 讓我首先回答一個方向的文明 希望我們全民可以大共的民意 可以否可以沒有體育的不特性 我們可以啟發 我們今天看到港主要大橋的環境 報告當中我們司法和黑 我們可以有限制政府 而啟發我們說這個不行 而不是單單那裏啟動政府 但它會有任何的循璧 我們看到是馬山的太子站 我們有市民可以用司法覆核去令政府 去令港鐵寬佈的廢道電視片段 我們可以限制有效 限制政府 而根據建條大學教授讓我指出 傳媒在商業用途之下製造大量作品 和傳媒大量資訊的媒體 例如是報章和網媒 因此用傳遞資訊的社交平台 和言登都不屬於傳媒 而現今反送中文道之下 傳媒的量度可不可以被否定 而言而要講到制衡政府 傳媒它自由監察的角色 那這個是否真是最有效呢 只要回歸以令三權分立 互相制衡給大家的控制 我方肯定立法和司法機械都比傳媒更加不夠有效制衡政府 我方肯定變態的標準在於 變種領域可以在制衡的過程當中 但是實際甚至突破性的轉變 第一 我方今日的法律原是基於三大原因 第一 傳媒的主要功用就是揭露真相 提升市民對政策的關注度 但是政府對傳媒甚至隨之而身的市民聲音 都去減不回應 怎樣回應完全無限制 因為傳媒對政府禁錄無任何的約束 上法、立法、司法、機械提供 政府提出有約束力的要求 例如在港珠澳大紀錄的報告當中 它在司法合法之後 政府必須立即停止所有工程 別無打算 可見司法合法有效制衡政府 最終依靠法庭決的市政府回應 政府是反送中文中的回應 更加顯得傳媒的制衡 顯得非常之無力 其發生的事件當中 警方拒絕 記者進入泰智桑 站裡面只得閉路電視報導 當時發生的事 之後直視覺傳媒大事報導 看見因為警方的脫態 而拒絕交出閉路電視編端 最終要靠法庭發令保存閉路電視編端 可以見到大力得可勝進展的是法庭 而不是傳媒 第二 政府的權力和工作 這個概念非常廣泛 所以制衡政府就要從多方面入手 全區控制至近一小部分 因為傳媒還不可以對每一項 政府有運作工作做很多 這個時候就要靠憑上制衡政府的立法和司法機關 例如政府所提出的立法部款法案 都必須獲得立法會的通過 法院也擁有裁決政府政策 使可違反法律的權力 多指行政府們俱行違反的政策 可以見到當政府一定的政策和決定 都必定要通過立法和司法機關 而傳媒在制度上 與實際操作上都做不到這件事的時候 可見傳媒的制衡全有局派 第三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強調傳媒監察政府的作用 但我們卻不記得作 傳媒在本質上其實是能力的商業機構 在香港現狀的政治環境之下 當傳媒的股東和網路商品親租的商家的時候 為了避免得罪經濟來源 傳媒有強烈的動機進行自我審查 避免發佈不理政府的報道 而商台為例 在面對經營壓力和政府打對綜牌的壓力之下 解固了作風感應的主持人理會 相反 立法和司法機關有完善的經濟 避免其他勢力的影響 使兩個機關的利益固定政府 但全局做不到中立持平 而免有天下政府的情況 自然上來作為制衡政府的立力 傳媒有沒有權力可以迫使政府呼應 謝謝大家 接著是公見環節 公見一方可自然出選對方的問題 要打算對方發言最後 一方不得反問 亦不得打斷公見一方發言 如有為規 公見一方可自然出選 情報見同可自然出選 遲一分 公見一方原發言同可自然 決定遲到九個數目的生關有何問題 請問貫主以前公見分數的事 請特別留意寫次序 特別是反方分治第一格 已發言次序是不得分數 第二格先是法文分數 好 現在請正方請自由派出入面 作為公見 請自由選擇下官員 選擇和共DIA 選擇有兩分鐘 好 正方公見開暑 兩分鐘時間 請問貫主 有本行什麼制度的 制度是不是 對於一些工團力 它有一些在制度裏面的團力 制度內的團力 那有可能張惡主 有可能剛才博士長說的 全部都是有效 但沒大廈都能夠付出 最有效 好 我只知道 今天司法和立法都被傳媒最有效 所以今天的題目是你不成功 我們很懂得跟我們當作最有效 我們今天看到傳媒的報導 市民出來 我們看到發送中運動中 傳媒在哪個運動中 大家很重要的認識 相關制度某些例子 現在就是行政 今天看到傳媒和民眾 他們其實有目直線的關係 其實是沒有的 今天民眾是否等於一定要看到傳媒的報導 他們才會出來有他們的行動 還是有效 先進去 先進去 傳媒的手續是公眾 傳媒的手續是公眾 是公眾的一萬一萬一 我先進去 其次就是充滿有級數 我想問你 傳媒是否在一個時刻 就是人生腔中的運動中 呃 呃 呃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的 是 現在二百萬人上街 是因為傳媒 二百萬人 二百萬人 二百萬年來 一天上街 因為傳媒 所以說由公眾學 你認為傳媒除了監察之外 在哪一種性 傳媒除了監察之外 今天傳媒感動所說 傳媒是見到真相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見到 傳媒今天做不到監察最有效的 你們兩個 是 監察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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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施政的實動物 就是監察 不是 制衡政府 有可能跟我們所說的 所有的司法 和立法機關 是否真的可以制衡到呢 但他們有可能會正成出來 今天立法會有什麼 有三分之一的 等一下 我們看到的是 立法會有換索 是建制派的 所以為何制衡政府 今天要有炮製肯定 是否只有鐵道真相就可以呢 為何不呢 因為我們今天看到 我們就算揭露了真相 政府都對你沒有回應 為何他們揭露了真相就可以制衡證明呢 我們看傳媒報道 梁振英收收5千萬的UGL事件 我同時覺得 今天不斷的報道可以做到什麼 今天由梁振英 有沒有提到 有沒有人傳召 今天我們看原來立法會 成立了調查 委員會的調查 可以運用到梁振英 我們現在查到內部的資料文件 上網查到傳媒 可不可以做到這裏 我今天看到傳媒 又可以揭露真相 有方來又是說揭露真相 我看到什麼 我們看到揭露真相之後 政府沒有回應 政府不肯理你 你今天看到 你只要用立法和司法的手段 才可以查到內部文件 才可以由後制裁 那些相關的官員 我們再問有方向 我今天立法會的權力 大陸其法和司法機關 可以迫當事人做出回答 但傳媒可不可以 傳媒可不可以 傳媒怎樣可以迫人做出回答 傳媒可以揭露真相 令到 但是又是揭露真相 有方向我今天除了揭露真相 都是揭露真相 為甚麼 有方向我知道 傳媒只可以揭露真相 但是制裁不到政府 今天政府可以完全不管你 今天政府可以當你是說廢話 完全可以分落 我們可以強力揭露 我們今天要強力揭露 民眾揭露 每天都可以權力揭露 我想問民眾揭露有甚麼作用 有個圖書 你先聽一下我 他要揭露真相 令到民眾可以知道清楚 了解政府 令到政府更加透明 今天有方向我們拍 我們都說不清楚 民眾知道 民眾上街 我見過200萬人 上街200萬人 上街之後 都沒有 他見到之前 前幾天 林鄭時宣佈要動以撤會 今天我們見到揭露真相之後 那些事根本對政府 根本沒有壓迫力 我們見到 再多一點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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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有什麼韓媒 大家好 今天 剛才聽完郵方的公面 他們將傳媒貶到一民不成 傳媒其實 我們見到今次在反送中事件裏面 傳媒其實是分分了很大的作用 最後是令政府撤回修例 因為民意 因為民意是 因為脫負民意 另外郵方其實剛才提到 傳媒是真的行到政府 但其實現在美國正在草擬香港民主法案 其實可能可以制裁香港的一些官員 可以令到政府受制裁 從而去聽取民意 去有力施政 另外今天我見到郵方 其實他事件很狹窄 他就是見到制衡聯絡政 可以在制度裏面的力量 而不是在制度外面的力量 今天見到制衡 制衡一定是 當中力量互相牽制 包括制度內 剛才剛才提到 三權分立 司法復合 制度外面的力量 包括傳媒 大眾等等 但是我也見到立法會 一半議員 建制派 功能組別 有些議員甚至是自動當選的 這根本就是令到民主的聲音無法 立法會進入議會 另外其實郵方所說的三權分立 根本是不存在 因為香港人是行政主導 令到政府的施政是無法有效地被監察 因為行政主導 另外他說法庭 因為最有效的就是法庭 但法庭就是適應一個被動的角色 不可以直接去監察社會的真相 另外一個劇 正如我方主任所說的 各方面裁判直接監控政府 傳媒是個高度社會運動的情況 所以令到政府的施政失誤 居至國際上見 如果政府仍然不肯回應民間的訴求 各個可以實施各種的制裁和禁運 以免使政府停取民意 近三個月來的反送中運動 但不見者除了運用文字的報道社會情況 還通過不同的媒介直播和分析政局 利用群眾對社會的事件要解加深 也提供了群眾運動的參與度 六月一百零三萬人 一星期之後二百萬零一人 可見其實傳媒的多方面採光 是功不可沒的 香港的八十份入報 六百分之間有屬不消的傳媒 無論是主流還是廣媒 無論秉持什麼立場 都成功甚至在各年層中 自然共立場的傳媒 歡迎聖討論場 有效帶動社會上應普通 多謝各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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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一會兒 今天一會兒的標準是 有沒有讀特色 是否制衡政府最有效力分 有什麼必不 我們不知道 麻煩一下 正面認證 原來今天一會兒有兩個不理解 第一 就是不理解立法、司法、權力 到底去到哪 一會兒 只會覺得 全部才會做到帰路真相 什麼都做不到 今天一會兒 有很多其他 司法、立法 這些全部都會做到帰路真相 看回鐵岸 就好像玄水事件為例 其實事件結束 是指紋直接向文協投訴水則有問題 議員再直接在立法會裡看出質詢 是完全不關所有傳媒的事 就是傳媒做到帰路真相 司法和立法一樣都做得到 甚至可以被傳媒更加速度做得更加好 因為司法和立法有條例 傳照當事人接受質詢 記者有沒有這個條例有不同 記者大使宣布之後 和大使報道之後 當事人會不會一定回應全部呢 我剛才跟我們講 這個 沒有傳媒沒有真相被披露 原來我們一邊講得清楚 沒有傳媒立法司法 對政規制限依然是有效的 立法司法比起傳媒更有效 再者 原來傳媒揭露真相 根本不一樣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政府可以無視傳媒 政府可以自己假承 認定不認 正如現今香港民眾是五大數 求決一不可 政府自己眼睛不認千回 那這些就是政府 因為就是傳媒的傳媒 所以政府不會回應這些 就是傳媒 但到底政府有沒有權力 去無視立法會呢 原來我們看到 立法會和辦公司 可以要求政府去公開一些 保密的內部文件 甚至叫政府的當事人 接受質詢 這些有法律效用的 同樣都可以披露到質詢的時候 到底誰知對市場事件的調查 更加好 更加有效 再者 傳媒出來和你講 傳媒可以短時間 都被民族看到發生什麼事 你覺得短時間 是否等於最有效呢 不是 有幫助你都懂得說 傳媒有人向警方 想問事件的詳情 但警方是什麼 有可能自己講的 警方秘以不達人 政府都沒有必要 沒有需要去回應傳媒的同學 到底如何賺得到政府呢 是不是這樣制衡法 這樣的做法 都是叫做最有效的同學 再者 傳媒後來 這個將來社會公義等於最有效 今天看到司法立法 全部都有約束力 有法律下勿力 全部都可以將它公義 這條去迫復古特 是否還會無效 所謂傳媒的報道呢 好了 那一行例就跟大家講 這個 建制派都有反對派 立法會沒有用 今天我們明白 奴階爺 建制派都有反對派 其實不是真的行不到 因為政府要通過一些意外 一定要經過 立法會的保護和審議 反對派也有拘捕 和三位被扣血 好 再者 剛才提問我 其實只是看到 全部被迫到真相 帶到元朗的公民 今天我們看到 各方面都已經做到他們最大的努力 影響到大陸不理政府的畫面 就算民意這麼清晰 政府依然日以負行 例如 全部出了這麼多 721831警報的畫面 記者會實現 政府和警方依然都是帶的事物 由花園 甚至我都去那裡 下次警方又說 你有條件結紙 不然你帶到那些食物 那到底沒有問題 但是不單純 現在政府已經受到 衝問人質正能夠 我們今天已經受到的 從前陣府 還在到了 吉祥套 選擇 選擇 這是 又說 同時 出現 選擇 選擇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不做了個位,大家好 今天就這樣跟我說三權分立可以很有效制制行政府 但我們先看看三權分立是制度內的方法 立法會需要通過一讀二讀三讀少則數月多則紀錄 還要通過司法,由於司法符合再多幾多月 一個紀錄的議案,民眾已經關注到已經沒有多操這麼高的時候 那你又有些甚麼可以做到政府去立法呢? 再舉一個制度內的方法,就是聖行政府的機關 但我們看到一三年聖行公署專業抗檢明而非法手段 超標現請內地高官,作為監督政府機關專業其心不正 那件制度內的監督政府方法是有其廢專 再舉一個例子,就是我剛開始已經講過 我監警會會連身去指控,最後只有3%是證明屬實 多年來亦都只有一名警員被檢控 那是不是真的有效呢? 有方同學說這個事業是真的很合襲的 他們只是看到制度內的方法 但為何不可以有制度外的方法? 三權之外為何不可以有第四權呢? 有方同學說政府今天可以不理全會 但是政府不可以無視民眾的嘛 那傳媒的角色是什麼? 就是將政府的施政、施政、 那些放大的傳媒,給民眾在馬上 那民眾制度了壓力,這樣就制衡了政府 由方同學 那我剛講過,不是就是 逃犯條例就是傳媒報道了之後 才引發了之後大規模遊行上街 2017年特首選舉之後 傳媒貼發選舉事務處職員 在亞洲國安官位實際兩部手提電腦 電腦裡面再有1200名特首選舉 和全港370萬名 而登記選民幾個人資料的電腦 如果不是傳媒揭發選舉事務處都不賠償的政府 香港市民至今還可能仍在蒙在鼓裡 完全不知道政府有這麼大的行政失當 這個就是傳媒發揮第四權的例子 還有18年6月 傳媒揭發沙沖線工程偷工,減免的醜物 包括塗瓜華,被戰兜降金,建築費裏的現場 還有和襟襲地底隧道甚至等 例外公眾的事件引起公眾極大關注 輿論亦都迫使政府匯定和要求港鐵 停止了工程,成立了督立調查委員會 最後還要求五名港鐵辭職 我們這些例子都可以看到傳媒揭發社會不義的事件 帶動了輿論為政府帶來壓力 從而迫使政府匯定和作出檢討 便達到了制度政府的效果 但有分堂有沒有想過 為何警方會不會24時不召開記者會 正正因為傳媒的滲透力高 這就是正正傳媒的獨特性 我今天在我自己的社交媒體上 會有這麼多人知道 社交媒體可以令人不出戶知天下 即是可以令到民眾 那社交媒體有什麼可以取代傳媒呢 到你講了 因此在提出檢討的地方 儘管提出檢討的廣告 正在各位 大家可能今晚有幫紅外傳場 不斷強調傳媒有多高的滲透 但有多快可以傳媒到資訊 又如何可以追查到民謠 其實這些媒體全部都已經落下 他們現在主導石牆壯動 大部分示威者以至市民 接收和發放資訊的用的是聯登 Telegram 在2019年所有日都是一個公民記者 只要有電話就可以拍片拍照 就可以透露上不同的社交平台 我們會在面書IG發放 發放資訊在聯登 Telegram是抗爭日程標 在沒有大台遍地開發的特色之下 傳媒根本無法捉到每一個角落 靠市民的片段才知道真實 就此景予疑似劇 劇黃色物體的片段 就由普通追問發佈 時代已改變了有功學 不要再將影片無關注的所有補助 全部歸功於傳媒 或是時下市民接收資訊的新模式 在者能時 今天有關同學標準那裏說 短時間發佈到資訊 就叫做有效制衡到政府 但其實今天我和你 就像剛剛所說 都可以用這些社交媒體發佈 可以在短時間發佈資訊的時候 今天我和你 今天我和你 是否最有效制衡到政府 財政 今天我們看回 因為我覺得全場正是說 傳媒可以揭露真相 直接監控 但是今天我們看回 立法和司法都可以揭露真相 甚至可以有更大的約束力去制衡政府 今天我們明顯比較起傳媒的約束力 比起立法和司法系統 那麼多的時候 傳媒又做不到司法覆核 又做不到司法覆核 又做不到司法覆核去到原置有問題的政策 權力及特權法 公眾財政資源運用 可不可以決定一些政策去到通過的時候 傳媒做不到這些 傳媒做不到這些的時候 有何和華民認為一個無約束力的機構 是可以制衡到全港最大權力的政府呢 再者 在現今香港 傳媒在商業考慮之下 傳媒心態都變得更差 跟著建協調查 新聞工作者當被問及自我審查的情況 是否普遍 甚至分代表極普遍 今天他們的評分居然高達6點了 反映了新聞工作者 自己都認出現自我審查的情況相當普遍 當記者受到壓力要自我審查的時候 到底有多少傳媒 可以真正做到監察政府的角色呢 其實今天呢 在現今特權平治環境之下要討論制服 政府自然就離開台灣送中運動 在警方難以暗報 政府對意見充以不問 我們都希望有力量可以阻止到 荒謬的事件又發生的告示有空 我所說的叫張獻公義 我方前長節已經清晰講過 傳媒的載用有限 未來更加厭惡的工作 可以為我們大陸什麼突破 所以司法和立法機關 就是我們最大的依靠 就像有人在司法複衡之後 警方不得不畏 被指控有雷捨筆的房東 雷捨筆和房東面責不受 不須雷生成績 原來不知是有細年貢和普通考察 最後被釋放 我們可以預視到 未來這種司法複衡只會越來越多 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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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現在將中央出事由聖餘環節 香港在三分鐘發言時間 方網方發言時間用一張 本人輸出另一方式的時間 會開放私服務必自由 派出一位入口內的發言 如果臂部必須再本行事發言 再本來自不出現 再出人才發言有必須不同的發言 特別手上的方向臂部 臂部不扣除 但是這位相關有沒有問題 將網路自由邊環節 現場可以遲前的正方派出一位入口 有新聞有一個同行是有體新聞 有一個同行是有體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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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警方出來開記者公司 這樣就叫制服務 那是否警方出來開記者公司 又開的感應又是所謂不關事 是有體新聞公司 是否這樣又是有體制服 那我多謝你們說到的 是有體新聞的 我們今天看到傳媒的卡 都是證明政府的最有效力 為什麼呢?我們看到的是 現在你們剛才跟我們說的 連登 連登裡面的帖文是有多少出來的呢? 連登裡面有很多帖文 就是引述了一些新聞報道 或是有方向不要順口指望 那方向我這樣認 為什麼警方開事件的記者會 有什麼作用呢? 因為有方向我跟我們說 傳媒在...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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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方網這樣整合 就是正確的 很少的 其實會是我客人都吃完了 但有方網行請問地方 現在有司法機關去追究他們嗎 我們見到他們正式有追究他們嗎 有方網行你先說清楚 有方網行全部都有司法機關去 就是問他 好 再有方網先回答清楚 到底在現在的情況下 全部可以做多些什麼 現在的問題是突破性的改變 我們現在報道已經是 引導突破性的改變 我們見到現在是200萬人上 現在是突破性的改變 是有方網看清楚 好 想問 今天200萬人上街和傳媒 是否真的有自己的關係 傳媒報道了一些社會不公義事件 就是引發200萬人上街 有方網 今天其實民眾他們都有自己立場 他們是否真的 他們看的是事實的本質 他們是否真的看傳媒的報道 有方網行在傳媒報道 又怎知道社會上發生這些事 有方網行你有沒有看新聞 你有沒有人人人日報 有大公報 有啊 那你是否因為看到那些 所以就不上街 就不需要再有這麼大訴求 我們見到事實 就是在警方難報的時候 我們有自己的感情公司 我們會選擇上街 英國是制限制的另一方 有方網行你都成功了 不如我們看定義那一段 有方網行你整場 你覺得制限就等於傳媒的一齊 所謂傳媒的報道 但是有方網行你覺得 其實有方網行你覺得 請問建制派在大法會內議席 過半天怎樣制衡到政府 原來建制派 原來反對派在大法會內佔少數 原來他們有距離拉股 三人一口圈 這些傳媒都可以做事 就像政府一樣 這些傳媒都可以解決問題的時候 跟我講清楚 原來八三一事件的時候 傳媒做過的事 叫一百次叫幾千次 政府都沒有回應 沒有啊 叫港鐵留下這個 我有一件事編訊 但是今天政府一出了這個條文之後 就叫港鐵留下有事件的編訊 有方網行你覺得傳媒做不做到 我想問一下今天 在大法會內發對派在前座上 有方網今天不敢認我們 有方網知道傳媒根本做不到 剛才我們剛剛提到的效果 有方網也知道傳媒其實根本就 只是可以舒服到真相 根本就做不到有效的制派 我們先請回一旁 我們今天傳媒我們講的所謂制派 就是有法律的客戶 有日出禮才是所謂的制派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是 我們看到如果這樣說 全部沒有的出來 沒有法律的效力 那民眾都沒有 那就是所有的民眾 全部都沒有它的力量 在製行政府 那頭先講一下 因為這些民眾有路 我們看到為什麼有法律的效力 還有一些出來的 不是更加有效的 那頭你會不會回應一些 沒有藥造能沒有用的東西 會不會回應你 那頭很下去了 可能都會感應我們 就是我們看到的是民眾 業務人上街 是一個對於政府的管制 位上是一個很大的影響的時候 那這些司法機關 所謂的立法機關 他們真的可以制衡到政府 有方法嗎 那有方法 但是今天反對派在立法會 可以拉布和立法 不是 反對派在立法會的 很有三分之一的 我很確決 為什麼要制衡 立法會主要是 可以為它的權力去制度 有什麼問題 有可能再跟你們說 反對派的 反對派的佔少數 今天我們看到立法會有什麼 有三分之一的權力 有審議 有政策修改 有拉布 有獨立調查委員會 傳召造成這些等等的功能 今天傳媒做不做到 有可能和你答我 做還是做不到 我們知道的 是現在 說的 收定議事批判 收定議事批判 令那一件事 不能再發生 我們看到的是 有方法今天都不敢認可你 有方法今天都很清楚 今天要求求一件 是保有否決決 是可以通過獨立調查委員會 等其他不同的手段 你看到制衡政府 而今天的傳媒 根本就不可以認可大家 有方法今天 可以拍一位 TWALT 是建議��고 201112 現在上月 25時 2014 現在可以拍一位 我都可以感覺 準備 安全 今天是和我們強調三條分鬧 但是建制派剩大多數 03年政府就強推23條立法 但是因為當時的傳媒大使報導 所以最終有50萬人上間直接制止立法 我今天和他講制度外的制文 例如電燈家那些 現在以防萬人上間 我們今天看到傳媒沒有那麼多 我們看到傳媒的資訊 令到這些人低多年有什麼提供 謝謝各位 我們今天在 burned 今天在發生的食材 如果你們多兩分也沒有了 我們這次傳媒的資訊 為甚麼 這些主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材料 你又自己開了一個時間 選擇情況有何在座各位 自從外投起現今的香港 相信大家都記得 在甚麼時候會覺得自己受到重大威脅 覺得你的政府非避制衡不可 但大家又記不記得是甚麼令政府停低的呢 23條和政改這兩項重大的決議 都是透過立法會內三分一的訪決 去訪定這兩項的政策 真正的制衡政府的決議 去到當時今日的決議過大 唯一靠的只能夠是司法機關的審核 而不是傳媒的報道 其實政府就好像前進的巨人 即使旁觀的傳媒和即將被踩的市民 不斷叫囂 居人都不會輕易停低 我們需要的是一條有能力 捉住居人的鎖鏈 而在香港 自由司法和立法人有這種權力 今天全場比賽 其實不可能犯了兩大錯誤 首先今天有方將傳媒的作用 和傳媒能夠制限政府 拉上了直視的邏輯 其實我方也不否認傳媒 其實他們有報道真相的價值 但今天我們看到傳媒沒有約束力 不能夠限制政府 不能夠逼政府出來回應 不能夠停止一些濫權的情況出現 今天只有立法和司法機關 他們的執法才可以真正地做到 今天立法會在審議時有3分億的否決權 可以去承認讀查 讀罵調查委員會 去傳召作證 去公開一些內部文件 我方問有方和傳媒做錯誤 有方都不回應 因為其實你們都知道 今天傳媒的作用是做不到制限政府 是做不到最有效的制限政府 今天有方和我有將傳媒報道和民意 拉上直視的邏輯 其實今天我們看到什麼 民眾有他們自己的政治立場 他們看到傳媒的新聞 他們就懂得去判斷 選擇他們想接收的資訊 究竟今天制衡政府的是不是真的傳媒呢 今天有方和我們看傳媒的新聞 太簡單了 其實今天我們看到什麼 傳媒其實是一個商業機頭 他有自己的商業的考慮 他們是要貢獲自己的廣告費 收益等等 其實他們報道三盒 有時候他們都有自己的立場 可能是親政府 例如大公報、文會報等等 其實他們不報道政府 如果他們不報道政府 那是否正正限制和阻害政府 何來制衡呢 就好像有方和我所說 今天民眾看了這些親政府的資訊 是否就等於200萬人要去親政府 其實講到民眾 其實他們會有自己的立場判斷 所以有方和我不要再把民意和傳媒 拉上直線必然的關係 其實今天在資訊科技發達的後真相前代 今天資訊的真覺性 都已經不是大眾市民所關注的焦點 其實在這個龐大的資訊量下 大眾感興趣的 只會是一些誇張特別吸引的報道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市民的想法兩極化 市民只會相信他們相信的東西 去選擇性地去接受他們想看的資訊 今天我們看到社會上面 有兩批不同政治立場的人 對真相有兩種看法的時候 今天我們需要的 其實是更加鞏固和不受影響的一種靈量 我正確看 最後有政策 比較嚴重一點 有四種的成家 剛才《今晚去》 希望他們要留心 日期壇、違反應 顧客手、打開 這場屬於虎之隆 最後一集很厲害 為歐歐示威者 彌雄 到達破歐 避孺 一集一 一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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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要講黑鏡的 要講黑鏡就有排鋼 所以我們看回面是 傳媒的監督是如何制衡這批政府軍隊呢 連前Know TV無線可以以鏡頭 來證香港警察公平台落 不說假喔 今天有大長姐姐為我們贏低事實的真相 設立傳媒監督制衡 跟隨你發聲6月1對2發聲以來自己 集合於社交平台 一條發聲臺 綁著的電視人群眾手 大家將香港的生活給自己 如果沒有傳媒的報道 特斯問 會不會有這麼多人強烈運動 一人的總長出兩對 我要問光歸香港呢 那麼我們今天就和我們講 南發聲臺 關於現在決定暫暴的問題 我們先進行看看 我們所講的模式問題是一件事 是否真的要解決到呢 當警察打人的時候 有沒有追究呢 用例子呢 我們就看見了 第二就是有幫我今天都沒有和我們講 最有效的比較 我們今天見到的是 一件事 要制衡的一件事 有很多故事量 但有幫我跟我們講 司法和南發基關就有效 但完全沒有和你認證過 最有效的一件事 其次就是有幫我今天我們爭吵得多的 就是一個司法覆核的問題 司法覆核 有幫我可能不清楚 司法覆核是由市民提出的 當市民提出司法覆核 我希望看到密度電視片段的時候 我見到的是 人才是制衡政府的 然後人為何會做出這件事 制衡政府呢 為何會傳媒 我們見到的是傳媒報道真相 然後令到人知道有這件事 人消會出來 可能提出一些司法覆核 去制衡政府 所以我們見到 傳媒才是護人的地方 然後我們看方面來的字眼 我們聽到的是現金香港 當我們見到現金香港 地方惡壞的時候 這張事件 正若畫前面無追究的時候 事物有幫我今天 我們講的司法覆核基關的制衡 又怎能做到呢 然後就是傳媒 那幫我遊了一件很有趣的東西 那幫我和你講 傳媒的苦力量是可以無事的 那幫我和你聲稱傳媒 是嚴重的無事 根據這個狼狼 無藥出來的東西就可以無事的話 那市民是否又可以無事呢 我們見到的是市民 政府要對市民負責 而傳媒的程度上 就是反映了市民的聲音的 我們見到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我們見到現在傳媒修禮 這件事難道不適 我們見到傳媒的報導 令到人走出來 然後令到這件事可以 至少目前的一個訴求 才會錯的 難道有可能是夠膽說 這件事是司法立法基關所導致的嗎 然後有可能 今天就跟我們講 立法司法基關就可以掌握到 你見到在現在民族上街 和美國人的法國街為 傳媒的報導先 促成現在的結果的時候 在香港英文的斷線 又是否作當呢 主席評判的報告 再次為大家 好 我是一位香港人 今天是9月28日 他們反類不反條例 修理所行運動 日開始6月9日 已經有111日 在比賽結束之前 希望留給在座各位三條問題思考 如果澳傳媒的家庭 和市民政府的負責 有沒有人見到呢 這一場運動是為何延續至今 一層制限在政府權力目的下 現在香港英文最愛的力量呢 真是有條朋友 收穫口座著 誰要認定 按讚香港加油 多謝各位 謝謝大家 多謝大家 真正經驗 謝謝大家 支持大家 大家公開這幾點 待會我開設時 今常起有兩種提示問題 第一題就是 一對提示 二人的說法 另一個問題就是 提供便 及影片的 relacion 我覺得 公便應該是 你執問人家的原因 所以這應該是靠出問題 而是自己解釋的很大論 我希望下次可以注意一下這些東西 讓自己的現場可以增加一些 才會有問題 有人對於法國或法國 這是簡單的主意 那說回策略的方面 其實就是因為可以轉變 你聽到一些特別的資討 大家可能會說 之後會對於你們的圖案 有這樣的幫助 但是好像不是太明顯聽到 正關的方面 但是你在爭主的時候 提到說多準的量互相牽制 那我本身的理解 就是以為你們是用來做大頭盔的 就是現在跟你說 某樣東西的力量很厲害的時候 你認不到的時候 你就說不要緊 我們是互相多仇的 這個協助來的 但我覺得最好 我以為你會用這樣的策略 但是好像不是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你後面有說過 一個二百萬人 買東西在建議的時候 再解釋多一點 但是我覺得 其實你又反而是說 媒體就直接導致這個行業 所有人體就是一切 所以我就好奇的 你說那個法律 就是有多重力量的意義 有些什麼呢 但這是第一個策略的理解 第二反方的方面 就是我覺得你們浪費了 連登那些東西 就是你一開始 我猜你的策略 就是把一些少許 電門看 不等於門看 就是連登 或者什麼 那些東西 就不等於 你們覺得很狠 就用很大聲的說出來 但是在後面的時候 你們又 當然現在對面之外 就是很充分 所以你們沒有什麼需要 直接抽到這些 來自取發的地方 但是我會期望就是 你可以用多些建議 開得到 我講得到 或者他們不等於 這些傳媒的時候 你會不會可以 對面一些的例子 他應該都沒有舉過例子的 就是在那些例子 不用你不定 去補充他們 我覺得會比較適合 你會開始的部署 不過我覺得 就是大家 對待自己的調查 好 就是大家去拘捕 理解 方便大家去分別策略的 第二就是例子比較不對等 這個我不知道大家說不定 大家認不認識 是作有些細體的反方 最方的問題就是沒有什麼例子 反方的問題就是 但比較不對等 即是 你一方面說媒體 就沒有什麼用的 反送中 他講完媒體之後 人們都不理 那就是媒體 就反送了一個例子 但是你暫時 那一段漫畫出得好 其實你又講了 但是那就是元帥事件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 但是兩個事件 你們都要抽一個單位的表現 或者一個單位得到什麼媒體 去做媒體 又不說起那個事件 即是 反送中 你不說 司法或者立法 做了Defense 我們都會回應 那我們喝不了部分的分享 看來就這樣 當然是媒體就廢了 媒體就是沒有東西了 而講中的一個例子 都喝不了部分 就是 其實說話說 會不會存在的人 答案我可以跟你講 就是 會不會是因為媒體爆料 就是一個島嶼 爆裸場 那些東西 或者一些民意 會不會就是 你講完這些部分 就是正方的指導出來 會不會就是代表 其實這個例子裡面 就不是司法 是不禁止 不過你不說這些單位 就做得好 就不好 所以我覺得 這個不是一個報告的避罩 因為你看這個例子 實際上 可以從一個子眼裡面 是比較關兩方的東西 當然不理解 可以拆 因為你可能對自己不禁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就是正方的總共會 你應該支出這個問題 所以我都會少離婚 第二 就是在監警會那方面 這個就是正方的例子 的不斷 我就覺得 政府不直接等於警察 這件事 就是第一件事 這件事 所以你跟我們比較 其他的方法 是不是有效 就是你抽監警會不禁 這件事來講 我會覺得有一點 不是很理解 就是這樣 現在第三件事 在監警方面 這個就是正方的正方 那就是 首先 你們剛才都用正面回應的東西 甚至你們有很大的問題 這個位置都出現了 就是二百萬人上街 這個就是媒體的公共 我會覺得 是沒有這樣可以的 所以我會覺得你們要注意一下 當然現在對面的問題 會有很多問題 上街都要去關注看事 但我覺得 如果你可以舉多一點 會不會關注 開始關注的時間 會令到這個公共 人家是 先下去看合理一些 或是別人去正處 我覺得你的導演 在正處邊來說 是相當不平靜的 就是希望你會用這些 你會用到 口紅色的字 口紅色的字眼 當然 例如 你會說 但是沒有了 我可以上街的時候 你會說 我會有什麼東西 你會有很多的 口紅色的字眼 就是你會想到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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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再次來 天主教過得上 中學的訓練 就是老師 陳平安先生 首先 我就表明他 我完全沒有理會 內容上的質感 所以我就是不再多數 因為我覺得今場 我覺得已經不是 在內容上的交際 雙方在很多技巧上 或者表達上 都挺影響到 自己主線的麻煩 所以主線大的問題 我真的不再講 但是反而我想他 帶出一些 在自由變的處理上 其實我覺得大家有 做得這麼好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其實 辯論比賽 或者我們聯賽這個賽制 最重要的就是 在家庭方面 想大家有那些 真正的思念 和他不太耐拉導演的一個過程 那我就發現 其實大家 在做版國的時候 是做得很自然的 但是反而你們的那些 超市 那些類聚 和那些過敗 全都是底稿的路 其實就是 為什麼大家都 我覺得大家可以試 去放開些 去打這個聯賽 因為你輸了 都可以打成失場的 即使其實底稿 都是給你做一個 職場的back up 那如果是職場 即是有很多你自己思念出來的東西 或是職場反應的東西 我覺得真的做得很好的 那些地方 那為什麼就要這麼執意 他一定要讀完份 以致到他 你的思念多漂亮都很難 我都不分分差的 但是你一扣分就扣不開 這些就是這樣才行 我覺得是需要去拖授 和去嘗試 第二件事情就是 那為什麼我會說 在思念上面做得好呢 就是比如說 雖然大家準備的例子 或者在開設的時候 一定是很充足的 或者是推論上都很認同 所以基本上兩邊都不打算 去論述什麼叫做有效 就好像兩邊都出了一個原題 正方就是在說 全部是有效 但是你有沒有說到 為什麼一個人是罪 那你怎樣 就是其實你講的那些 都已經不是說 司法和立法是罪 你都只是講了 他們兩個在某些市場有效 那大家都沒有可能去做 所以 但是就差一點 大家幾時反應 大家都沒有可能去做這個原題 就到了3D 才開始 因為瑪莉就開始問一下 你舉一個例子 說我 傳媒做完些事之後 都沒有人可以追究到那些警察 那你又可以馬上說 那些司法和立法 現在都沒有追究那些警察 那你說 有意願被人拘捕 其實也有傳媒被人拘捕 也有拘捕 也有拘捕 那你說 有23條 有人上街 那你說關什麼事 他可以拉布 你又問他 他可以展布 其實他真正的考量就是 濃縮在一個自由原題當中 那所以 建議大家 其實大家已經知道 下一條電題的那個 概念是怎樣的 也都和大家吃吃相關 那我希望大家下一次 就不會給一些技巧 或者是準備好的報件 去拖累你 即是他去講回來 做一個辯論 你自己想講的 或者是準備我從中 你自己真是理解的 會好一點 因為我覺得 將場面的比賽 最後一件我想提及的 就是位置 都很運用 雖然都很同意 李鑑林小姐所說 那個對緊的情況 反方很危險 但是其實 是政方 都有責任去提出 和他用這些位置去做反抗 例如剛才對方說 UGL事件就證明了 即使有人報道和揭發 都是沒有用的 那你也可以說 UGL事件 就算有人報道揭發 再反方 每天都不會成立到 這個位置 因為 連政公署和劉政署 都是政府部門 那又怎能夠說 司法和立法 給我們那個解釋 就對了 其實我覺得 不單止在一個 六個輯和俱論上 在理論上 做得不好 但更重要的是 在例子的那些回應上 要更加對抗 還有要多一些 認識去反抗對方的例子 如果不是的話 例子就只是一些 輔助論性的工具 但如果變成各署 各自己的例子 但是沒有交通的話 就變成要交給評判 之下 那些說得好 那些覺得不好 那就很危險了 而且會浪費大家 找這些資料回來的時間 和心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下輪做得好一點 所以交易就好 請得嘉倫進 會要到中學中文評論隊 嘉倫教育先生 那我的人 我等了 在我離婚哪些 比較高分裂的時候 我就會去看 那些可以周圍 和哪一個 可以在這個周圍 拿到那個發展出來 其實一開始 我們在兩邊的周圍的時候 雖然有些不正確 有些類似不正確 但是 是一個正確的路線 拿了一些傳遞 拿出來 但是 是一個爭論的 有些人關注這件事 關注這件事 他算不算是制服政府的 這個是反方主意 開始看出來 因為他第一個 跟我說 只有關注人 因為他 在這個位置上 其實我覺得 反方主意是優勢 為什麼 因為他提出了 香港政府的理由特色 為什麼 法國總統 他沒有關注 他的人不關注 但是香港政府 有時候會好像 反方主意所說 他真的可以莫視 為什麼 但我覺得這些是反方主意 因為政府不是 傳出來的 是香港人 這個是一個比較 就是香港政府的特點 而 其實你們又抽這個特點出來 去告訴別人 為什麼只有關注這件事 其實甚至上 是沒有辦法 正確的 正確的錯誤 是因為政府並不是 傳出來的 這個特點 其實就是 你一個人最主要的 就是 政府其實 可以選擇 聽大人 由花園 說那些所謂的廢話 令到你其實都很無邏 就是你又好像 變得出來的 但是他的對話 又好像對整件事 沒有實際的影響 這樣 這件事我們除了無邏 我們什麼都做 但是這個就是 一個很殘酷的現實 但是我們現在暫時 都要知道先 就是香港是正確的 和民主權 我覺得 雖然你們全大政府 已經有了 但是你提出了這件事 那是一個對方的 第一個優勢 第二個優勢 我覺得反方是存在的 就是包括廣東法 以及司法律法 強烈濃烈的力量 我覺得是比較枕裏的 為何這件事 不用一個方法 就是最有限的方法 而是最有限的力量 例如他講的一個經濟濃烈 又或者在事項裏面 那個話事件 比較靠近的力量 所以其實在主線上的設計 兩天或幾天分數都是接近 但是凡方在這方面 你會比較屬於優勢 但是再下去 我會覺得 政方進入的位置 是有優勢 但是比較可惜 例如 政方一附有提到 香港民主權 那些事情 其實你去引用國際 那一刻 我真的覺得 你會引用這些事情 因為 雖然說是說的傳媒 但其實不一定是香港的傳媒 外國的傳媒 對於制衡香港的政府 都進入國性 例如說今天 在韓詩到國際營業裡面 他去複蠢現在香港人 爭取的這份情侶 在那些營業裡面 會有國公的記者 或者一些騎士在那裡 將這些雷幻記錄下 然後 把這件事 帶到其他國家 為什麽香港成為了 英國善導貪的風氣 這些是外國傳媒 其實它也是有別的制衡 因為香港民主法案不是今天才談 但是今天突然間急速地去談 因為香港的事件被搬上了國際部門桌 就全部搬上去 無論是香港的傳媒 還是國外的傳媒 所以全的制衡在國際部門的位置是有行出來的 不過太快了 最後我會想說的就是 第一就是 香港政府拋出了很多概念 講到現在的立法院議員工是自動工廠 功能重點 行政署的網絡這堆東西 但是這堆東西欠缺解釋 我的原因會理解就是 可能是在一個有限的時間 你去學習這一站的知識的時候 未必完全會在功能重點 他人的成績 整體的網絡在立法院 可能這麼長時間 其實有一個位置很大小 就是不斷地說 什麼Liveau 三層一層 那邊就跟他說 其實是這個工人組別 政務對等 什麼建制派 那邊接觸那些 兩邊的反駁 沒有數據 世界上其實是沒有對付的 因為大家對於對方說的 其實不完全不大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套很合理的狀況 因為作為一個中學生 其實你完全可以完全了解 整個立法制度 司法制度 我覺得這類似不會有特別的扣分 因為我不是表示不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當你在台上 你要去提出一些概念 你就要最大事件 就要先理解基本的運作 最後一件事就是 如果今天好像政方所說 關於這件事都是很重要的 那你怎麼可以把這件事放大來說呢 其實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應該注意一下 但是這個問題 去到這邊才有努力 就是你可以反論 如果這個社會員沒有了全部 那會不會 但是這個問題為什麼會這麼重要呢 因為今天晚上講到全部 是可以做到很多時候的時候 他們又跟我說 司法才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那你們要託難的優勢 就是要去營造一個環節的問題 就是如果這個社會員沒有過暑 可能很多事沒有發集公報出來 人家去司法機關的機會都好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沙公寺 那老師有問題 我們怎麼報上公會 我們都不知道這件事 你要去訴訟那些環節出來 那你們就可以託難做 全部都監督的優勢 就是認知的優勢 多一點 多一點 謝謝 今天的比賽結果已經是我手上 現在由我宣布賽果 首先是最佳評論的獎方 今天的最佳評論是 是反方的主編 盡探紅 至於今天的賽果為 正方得票0 反方得票3票 據說 今天勝出的比賽 今天勝出比賽的是 反方